待18日分享与周爱之日夜结婚喜讯 男人相隔十多年再续前缘 是让外界又惊又喜 而她的好姐妹林心如 9日与无康人出席活动时 被问到这件事 她是送上满满祝福 我就在 就是她的版面下留言而已 没有打电话这些的 很多人都说这件事还不浪漫 我其实蛮佩服她的勇气的 就是各种 她本来就是一个非常勇敢的女孩 然后她不放弃 追逐幸福的勇气 我真的很佩服她 然后也非常的恭喜她 我觉得不管怎么样都是好事 她跟那个剧训练 是因为东东转转又在一起 那其实跟幸福姐夫 是有点像 就是跟那个货倩华 也是认识很久 然后等了很久才在一起 那到底怎么看这些事情 还是有点不太一样 因为她们是曾经交往过 然后在分开 我们就是一直都是朋友 突然有一天就 缘分这个事情 对 就有点难说 我们还是活动相关的 不好意思 是不是还有没有其他的问题呢 不好意思 我觉得她们没有相关问题 她们就想问这个 你觉得哪样的珠宝是没有大人 这个应该问男方的 演艺圈就是如果 就是明星夫妻都一样在演艺圈的话 男女也会跟男孩做 找到你怎么看这件事 其实我觉得比较的这些东西都是外在的 就是外面人在看 那大家的幸福 大家的生活 只有两个人知道 我觉得真正你在家里面 或者是两个人关起门来 是不会去做这些比较的 就是幸福开心 然后两个人非常的协调就够了 是有什么会应的呢 就是秘诀 我吗没有 哈哈哈哈 没有啦就是 开心的做自己 然后也让对方很自在的做自己 而同样也是演艺圈情旅党的吴康仁 当然也逃不过被追问 何时打算要分享喜讯 好事总是让人期待嘛 那就希望大家祝福 那我就认真过生活 认真过生活 然后期待有一天可以跟大家说 分享好事 分享好事 你再慢慢计划 就是说问吧